春寒料窍炸暖还寒 众所期待的当季时令农产建筍 虽然雨水充足 但因为受到了低冷气温 再加上润二月的影响 使得产季比去年同期还要来得晚些 而农民表示 这块可能要再等两个星期 才会有产量上架 农民起一个大清早巡视建筍员 查看建筑筍生长情形 在四处大约四公顷的建筍员里 寻寻觅觅 最后仅有这一小篮子的量 想要第一时间内品尝出春建筍的美味 农民说还要再等一下下就好 花林县每年23月间就陆续出产的建筍 今年即便春雨日照充足 但是连续几波的低温 也使得建筍生长缓慢 农民王武奇也进一步表示 再加上碰上了润二月 相较于去年同期 今年产期似乎延迟近半个月之久 今年的天气会冷 第二个它润月 润月这个是跑不掉 一定是这样子 那你今天早上去寻的大概 大概一公顷才这样而已 全部四个地方一公顷 对四个地方一公顷嘛 这才这样而已 这边大概是三四公斤 花莲特有的建筍农特产 是众所期待的当季实陵农产 包括了县政府 一些地方农会 相关建筍产销推广活动计划 都已经万事俱备 目前就等建筍破土出产 若天气回暖 产量就会陆续的增加 农民也有信心 预估3月10号以后 生产量就会平稳供应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